台灣被號稱是這個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對 經濟先生講的 這一場選舉也是全世界 美國 不能輸的地方 中國也很想贏的地方 這個選舉已經不是這個民進黨跟國民黨 這牽涉到如果台灣 等於是中美也在選是不是 當然這個是力量會全面的介入 世界比方說這個 俄羅斯打烏克蘭 這個西方站在烏克蘭後面 同樣的 如果中國打台灣 當然西方世界也會站在台灣這一邊 那現在他還沒有打 但是這一場選舉 如果是親中的國民黨被認為 其實國民黨支持的絕大部分都是親美 如果真的被認為說親中 因為權力被拿回去了 那如果是有藍的掌權 你覺得美國能接受嗎 我要講的就是說政治是最大的賭注 而總統選舉更是其中更大的賭注 所以這一場選舉 那我這樣講 將會是台灣總統選舉史上最最特別的一次選舉 那美國等於此時此刻已經完全認可了賴清德囉 因為之前還說美國有疑賴論 絕對的沒有疑賴 疑賴論 疑就是說 台獨金孫這個標籤 台獨不會是賴清德的問題 因為他自己都撇清楚 他就不提了嘛 台獨是什麼 他不提了 他那一套我很清楚 抗中也不提了 他那一套說法是1999年 他是說1999年 民進黨台灣前主結議 其實他那一套也就是 施明德前主席在1995年 在華盛頓DC所說的那一套嘛 就是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嘛 這個賴清德是 呃施主席某個程度來講 施主席是他的導師嘛 施明德是這個賴清德的政治的導師 所以呃他也相信這一套啊 台獨不會是 賴清德參選2024總統的路障啊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路障了 賴清德的挑戰又是什麼呢 內部的派系整合完成了嗎 他如何告訴黨內的人說 我不會只獨厚新潮流呢 那所有的大局台灣 難道不是為了新潮流 現任的立委在卡位嗎 新潮流是賴清德的一個 邁向總統大位的一個 必須犯罪處理的問題啦 那這個主而且這個問題主要是黨內 黨內對新潮流 呃當然這個派系的恩怨啦 這個冰洞就是說這個恩恩怨怨很難 一下子講清楚啦 不過呃新潮流的排他性很強 排他性很強 會不會造成未來啊 黨內不團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覺得已經有人在提這個的 現象 我覺得是值得注意的 是重要的 那 有人建議賴清德應該適當的時候退出 宣布他退出新潮流 陳松山先生 或者是他他宣布說我跟黨內各派系保持等據 關係 我不會獨厚新潮流 至少要做這些宣誓 否則的話 呃 當他身邊全部都是新潮流的時候 慢慢的 呃 剛開始可能人 人氣還很旺 慢慢的可能黨內人 就就就就慢慢散掉 好 這 雖然夠死命 你頭恰咬咬咬 雖然夠死命 這 那就 去顧各自的立委選區就好了 好 好 那 這個是他要去處理的 我相信他有這個智慧 啊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 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 搭嫂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